等表哥喝完粥上班,张元清回房间补了衣绝。 一觉睡醒,耳边是动感十足的音效,睁开眼, 房间里闪烁着电视屏幕的荧光,天花板的灯没开。 他坐起身看向窗边,小姨正盘腿坐在电视机前, 玩着他的《T.E.S.5》,撸起袖子露出两条白嫩嫩小臂, 胶躯随着操作手柄而左右摇摆。 张元清打了个哈欠,起身开灯,来到小姨身后,看他打游戏。 他玩的是一款恐怖游戏,画风阴间,音乐诡异, 主角是丑陋的小人,拎着一把血淋淋的斧头, 一路过关斩将,杀得血肉横飞。 电视荧光映照在秋水般的明眸里, 圆润的鹅蛋脸明媚中,带着一丝丝的兴奋。 这个游戏不错,很适合晚上玩,蛮自愈的。 小姨头也不回地说道, 小姨有三大爱好,逛商城,看恐怖片,打恐怖游戏。 是治愈吧,你这个变态女人。 张元清口不对心的附和,是挺有意思。 小姨扭过头来,摆她一眼,你跟我还须头巴脑什么? 她转回头继续玩游戏,道。 其实这是一个自愈游戏,画面里的鬼怪都是小男孩幻想出来的, 她是个精神病患者,为了不被心魔吞噬, 她努力抗争着,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终见光明,结局非常感人。 她说话的时候,张元清已经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边喝边回应,利益不错。 小姨嗡嗡两声,接着说。 每一个boss都有蕴含特定的规律, 只要留心观察,就算是一个小男孩, 也能战胜可怕的恶魔。 但恐怖的画面和音乐,往往会让人内心恐惧, 失去冷静的判断。 你也来玩玩。 张元清没心情陪小姨打游戏, 离开邻境差不多二十个小时了, 再有十几个小时邻境再次开启, 等待她的,也许是死亡。 她还不如想想人生的最后十几个小时该干点什么, 省得留下遗憾。 打电话骂老妈一顿。 抱着小姨痛哭一场。 最后陪舅舅唱跳rap一次。 她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 也没有梦寐以求的愿望, 身为一个家境还算优渥的在校大学生, 她的人生本就没有太多的烦恼。 只有历经沧桑的人, 才有诸多割舍不掉的遗憾。 哎呀,你来玩吗? 小姨扭了扭小腰,撒娇道。 望着她美好的背影, 张元清眼神渐转柔和, 在小姨身边坐了下来, 接过她手里的手柄。 如果人生之剩十几个小时, 再陪她打一局游戏也不错。 在小姨啃着薯片, 叽叽喳喳的指导下, 张元清通关了游戏, 一看时间, 发现已经深夜11点。 不错不错, 很有天赋。 小姨瞬息着白嫩的指头, 拍拍外申的肩膀夸赞, 顺便把口水擦在她身上。 恶不恶心, 脏死了。 张元清一脸嫌弃。 嘿, 我这是穷江玉叶,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江玉尔臭不要脸地说。 穷江玉叶。 多少钱一斤啊。 张元清失之以鼻。 多少钱都不卖, 但也可以送你几口。 江玉尔撅着嘴, 依附要把口水沾在张元清身上的架势。 张元清身子后仰多闪。 咔嚓。 门把手凝动, 外婆站在了门口, 皱着眉头看着两人。 张元清和江玉尔立刻正惊微作。 你饭还吃不吃了? 外婆训斥道, 晚上不睡白天睡, 醒来就是打游戏, 做了人类想成仙, 生在地上要上天。 张元清放下手柄, 知道了知道了, 马上就吃饭。 外婆冷冰冰地斜了女儿一眼, 小姨灰溜溜地滚回归房了。 晚饭一直保温着, 外婆又把冰凉的菜给热了热, 张元清胡乱填了肚子, 回到房间, 召唤出物品栏确认了一下阵师傅还在。 接着审视了一遍自己的属性面板。 然后, 一边祈祷李东泽那边会有好消息, 一边思考起山神庙中的点点滴滴。 刚才陪小姨打游戏过程中, 她有了新的感悟。 既然灵静也是一场游戏, 那是否存在规律呢? 如果找到规律, 就算她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男孩, 没准也能顺利通关。 胡思乱想之际, 刺耳的铃声响起, 让张元清心脏骤停。 她抓起床头的手机, 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 选择接通。 喂, 是张元清吗? 扬声器的传来性感的嗓音, 张元清露出惊喜之色, 忙问道, 是不是拿到蛇灵隧道的信息了? 关雅喊了一声。 时常替你要到了更详细的资料, 她让我发到你的邮箱了。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从不看邮箱, 所以打电话通知你一下。 不愧是官方, 加入官方的选择是对的。 张元清心情瞬间明媚起来, 忍着扑到电脑前查看邮件的冲动, 诚恳道。 替我谢谢李时长, 谢谢关雅姐, 等我顺利完成试炼任务, 请你们吃饭。 顺利完成试炼关雅心理叹息一声, 欲言又止了一番后, 声音罕见的柔和。 好, 等你。 她已经看过太医门传过来的资料, 看完后只有心良和绝望, 难怪时常一整天闷闷不乐。 在李东泽心理, 这位新招揽的夜游神, 恐怕要折在试炼任务里了。 结束通关, 张元清拉开人体工学椅, 迫不及待地启动笔记本, 登录邮箱。 她在乱七八糟的未读邮件里找到了官雅发来的邮件, 下载了附件文档。 蛇灵隧道, 灵境编号, 0079, 难度等级S, 类型, 单人, 死亡形。 主线任务一, 存活三小时。 主线任务二, 探索0079号灵境。 和我的试炼任务一样。 张元清精神一阵, 这是个好现象, 内容描述与他任务越贴近越好。 0079号灵境的场景并非蛇灵隧道, 而是一座明代的古庙, 叫做三道山娘娘庙。 据我推测, 这位娘娘应该是位格极高的夜游神, 不, 或许不能再称为夜游神。 暂不清楚明代是否真有这么一位风华绝代的娘娘, 也有可能是灵境杜撰。 然后是一大段关于三道山娘娘的事迹描述, 内容与张元清在庙里看到的一致。 接着往下看。 存活三小时的任务相对简单, 最初, 我在观看笔记内容后, 遭遇了一只怨灵的纠缠, 它的特性是持续不断地抽取活物的阳气, 直到目标死亡。 夜游神对灵体有着天生的压制, 我没有费太大精力就驱除了它, 可当我想吞噬它时, 却遭受了巨大的阻碍。 这或许是灵境对怨灵的保护。 所有看过笔记的人都会被诅咒, 受到怨灵不死不休的纠缠, 任何驱除方法都是短暂的, 驱除一次怨灵, 大概能获得15分钟的安全期。 值得一提, 山神庙的整体格局是一座主殿, 两座锦铃的后院。 主殿里的蜡烛是一件极其强大的道具, 具有阵邪, 净化的能力, 只要躲在主殿里, 就意味着安全。 代价式蜡烛会消除人心中的恐惧, 长久沐浴烛光, 会变得无所畏惧, 身在如此凶险的灵境里, 无所畏惧是致命的。 另外, 它无法被移动, 无法带出灵境。 在主殿里带了半小时后, 我突然听见求救声, 从后院传来的求救声, 期间夹杂让人毛骨悚然的嘶吼, 不似活物的嘶吼, 犹豫一番后, 我决定前往后院探索。 主殿确实是安全屋, 这点我亲身验证, 但没想到根源是蜡烛, 我还以为是那位漂亮的山神娘娘。 求救声是从那棵大榕树里发出来的, 吼声我没听到, 东边那座院子果然恐怖。 张元清心里一领, 暗暗抽着凉气。 他深吸一口气, 凝神往下阅读, 后面的信息非常重要, 如果能提前知晓 另一座院子的情况, 他探索时就能规避危险。 大榕树很危险,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这棵榕树似乎有了意识, 但为什么要求救呢? 至于可怕的吼声, 我并没有找到源头, 因为它的出现打断了我的探索, 它是一双红武鞋。 它没有第一时间攻击我, 而是邀请我跳舞, 出于试探心理, 我同意了它的腰。 我根本记不住它的舞步, 太乱太杂了, 对于没有舞蹈经验的我来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 不, 即使是有舞蹈经验的人也不可能记住那些舞步。 我失败了, 红武鞋对我展开追杀。 我顺利地逃回了主殿, 但肋骨被它踩断两根, 我想我洞悉了它的真面目, 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道具, 它的追踪无视地形和障碍物,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初步推测, 它是一件规则类道具。 难以置信, 一个是练灵境里居然有规则类道具, 我终于知道前兽明明带着一件道具, 却依然死在山神庙, 知道为什么这个灵境从未有人通关, 开什么玩笑, 能进入蛇灵隧道的, 要么是一级初七夜游神, 要么是普通人, 怎么可能通关? 暂时不知山神庙衰败的原因, 也不知道那个事关千年兴衰的秘密是什么, 希望能成功完成第二条主线任务, 为组织带回真相。 资料到此结束, 没有后续。 张元清知道, 这位夜游神多半已经死于第二条主线任务。